好 我们要接下来要上的叫做物质跟物态 第一个要认识物质 物质就是具有质量 占有空间 各具特性 重点是具有质量 占有空间就是你占在这边就进不来了 你在这边别就上进不来 叫占有空间 各具特性就没有关心 注意 有一种叫物质 有一种叫物体 物体就是有个特定用处 特定的东西是物体 铁是一个物质 做成了铁椅子 做成了铁钉叫做物质 基本上理化研究的是物质 我研究铁 我不管是铁钉还是 铁椅子 研究是铁 好 所以我们研究物质的性质 研究物质的性质 具有质量占有空间 各具特性 的东西叫做物质 跟它对应的叫能量 能量就是在物质发生会变化的时候 会伴随产生的一个 很难说它什么东西 它不是东西 它不是东西 它可能会吸收一个 或者是放出一个 比如说水要蒸发 要吸热 热就是一个能量 水凝结会放热 这样 所以 在物质发生变化的时候 伴随着 会有一些能量的改变 可能是吸收 可能会放出 能量不是物质 所以它没有质量 我们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能量 热能 电能 光能 发发发 我们有很多都会学到 我们会学到热能 我们会学到动能 我们会学到慧能 我还会带到化学能 就是未来要上天要上的东西 物质 因为叫纯物质 纯物质就是这里面就只有一个东西 它有一定的组成 有一定的性质 这种东西叫纯物质 什么叫一定的组成 未来会跟你讲性质 所谓的一定的组成是指里面组成的原子的种类 树木 排列方式确定 但是现在就只有一句话 有一定的组成 有一定的组成 有一定的性质 有一定的绒 有一定的绒点 有一定的肺点 有一定的密度 有一定的敌热 这种东西叫做纯物质 纯物质 这些都叫纯物质 笨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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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银啊银啊 玉化蛋的叫纯物质 另外我们来叫做混合物 就是两个东西以上 混在一起 没有一定的比例 咖啡 咖啡 有人喝 breath 就只有咖啡跟水 有人要加糖 有人要加奶精 有人要加糖跟奶精 有人加一支 有人要加两支 有人不怕死 要加五支 这个咖啡都是咖啡 没有一定的组成 没有一定的比例 这种东西叫做混合物 牛奶 牛奶 就是这个 奶粉泡的那个牛奶 通起混合物 物质机内的反应有两种 一种叫混合 一种叫化 混合是喇喇 a跟b喇喇 原则上在混合的时候 就只是a跟b喇喇 還有a還是a b是b 所以原有的性质都存在 糖放到水里面喇喇喇喇喇喇 喝起来是甜的 因為糖是甜 鐵粉跟牛粉 放在一起喇喇 滑完以后 死帖过去 铁粉还是会被吸 因为铁还是 所以混合的时候 基本上東西的性质都还会存在 但是化合 就不一样 化合就是A跟B 反應再會變成C 通常變成C之後 性質就不同了 牛粉跟鐵粉放在一起 打來以後放到火上去燒 烤一烤 它形成了硫化芽鐵之後 你拿鐵汁一吸就再吸不住了 因為它已經變成了另外一個東西 性質發生了改變 發生性質發生了改變 那麼化合這件事情 我們後面會再跟各位交 原則上要搞得清楚 什麼叫純物質 什麼叫混合物 要學完 最後原子說交完以後 你有地質觀點的時候 你會比較清楚 到底什麼叫純物質 什麼叫做補助物 但是那是以後的事情 你現在 老師題目 心腸好的結果只有四個 心腸不好的有二十個 好 又四個 下列合者為純物質 A B Z Z 心腸不好的就是寫個二十個 打一坪D物質跟一堆 以上哪些是純物質 那你目前就只用被子 你目前只能用被子 因為你還沒有學過原子說 還沒有粒子觀點 被子 這些都是除物質 中文寫法 給你寫鞍 給你寫什麼化什麼 給你寫氧化什麼 什麼酸什麼酸什麼 就是除物質 氯化鈉 氧化美 硝酸 硫酸酮 這些東西就叫做存物質 但是有個例外 鹽酸的例外 有水的硫酸叫硫酸 沒有水的硫酸也叫硫酸 所以你跟我寫硫酸 我當作你沒有水 你就存物質 但鹽酸不行 鹽酸也硬有加水 鹽酸是氲化清水容易 所以鹽酸是存物質 鹽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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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惡 不可惡 因為它有加設計 有加別的東西 中文只有一個字的 只有一個字的中文 絕大部分都是元素 但是水不是元素 但是大部分的意思就是 氦啊 氧啊 硫啊 一個字的大部分是元素 那就是存物質 你很確定有兩種以上東西的 混合物 空氣 我學過有誰 氮氣跟氧氣 牛奶 確定有兩種以上東西的 豆漿 確定有兩種以上東西的 你就知道它就是混合物 確定是有這個東西的是什麼 木質 確定是有木質 就是你目前 你現代的考驗 問你誰是存物質 誰是混合物 你的判斷方式 未來 學過原子說之後 你會用畢質觀點 來看誰是存物質 誰是混合物 物質三態 小學唸過 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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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積固定 形狀也固定 有一定的體積 有一定的形狀 密態 有一定的體積 但是沒有一定的形狀 這個兩個都是200毫升 但是形狀不一樣 可以把左邊倒到右邊 右邊倒到左邊 都是200 體積有固定 但是形狀不固定 氣態 全部不固定 沒有一定的體積 也沒有一定的形狀 這個跟他們之間的運動方式 跟他們之間的距離 什麼什麼之類有關係 這個下面是固定 大家都不太動 埋在固定的地方 所以我體積固定 形狀也固定 當我固定的加開 它開始會移動 移動 移動的範圍變大了 距離有拉開了 所以我還出去了 所以形狀不固定 體積固定 固定 進去的加熱 開始就各自分好 每個都它自己的運動方向 給大家的彈過去 所以 因為他們之間的 分子的運動 跟V子的兼具 所造成的 這個狀況 這個不用看 這個是我們未來要教的 這個圖是未來要教的 我們先不管它 三態變化是受到溫度跟壓力的影響 因為溫度壓力改變 從固態變液態 從液態變氣態 為什麼反過來 第一個是名詞解釋 小七就唸過 固體變液體 叫做什麼 固態變液態叫做什麼 固態液態叫做什麼 融化 液態變固態呢 氣化 一百步啦 凝固 液態變氣態呢 氣化 氣化 氣化有兩種 一種叫當我會教 一種叫蒸發 一種叫背 氣態變液態呢 明詞 氣態變液態的明詞 凝結 對 固態變氣態叫做什麼 生化 氣變固呢 凝滑 正確的解釋凝滑 正確的解釋 台灣有一些豬腦袋 把兩個都叫生化 固變氣氣都叫生化 那個不好 那個不好 你分不出來啊 正確的解釋凝滑 好 融化的溫度叫熔點 凝固的溫度叫做凝固點 沸騰的溫度叫做沸點 凝結溫度叫凝結點 正常情況之下 熔點跟凝固點一樣 沸點跟凝結點是一樣 一樣 凝死 這個 這全都小齊就念過了 好 我們 純木質在一定的壓力之下 我們國中的一定壓力都是多少 一大七壓 沸點凝固點都是定質 而且為它的特性 什麼意思啊 水 水 沸點就是100度 水沸點就是100度 一大七壓之下 大坑的水沸點100度 小沸的水沸點是100度 不會變 同時就是水沸點100度 所以如果拿到位置的液體 我計量 沸點150公斤 就是水 有它的特性 好 沸點凝固點它的定質 而且是它的特性 所以不同的純木質 有不同的沸點 不同的凝固點 我們可以用這東西來 辨別我們的純木質 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好 先到這邊